《機動戰士鋼彈》是日本動畫界的經典之一 於1979年首次推出 由於其豐富的世界觀、情節和角色設計 贏得了眾多粉絲的熱愛 自那時以來 《機動戰士鋼彈》的影響力一直在擴大 它不僅席捲了動畫界 也影響了玩具和模型的市場 讓我們回顧一下《機動戰士鋼彈》的發展史 初代《機動戰士鋼彈》的劇情設定在未來的宇宙世紀 講述了人類與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戰爭 這部動畫的成功 使得經典的機器人動畫模式得以延續 並逐漸成為了一種動畫類型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 《機動戰士鋼彈》逐漸演變出不同的版本和衍生作品 其中包括鋼彈GG 《機動戰士鋼彈力氣的夏亞》和《機動戰士威鋼彈》 每一部作品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故事和特色 讓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宇宙世紀的世界觀 除了機器人和機械設計之外 《鋼彈》系列也探索了很多關於戰爭、政治、哲學和人性的主題 它不僅僅是一個機器人動畫 而是一個關於人性和社會的複雜故事 它不斷引發著觀眾的深思和探究 例如這部第08MS小隊 這部作品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未來世界 人類在地球外發現了豐富的資源核心的殖民地 但也因此開始了無休止的戰爭 第08MS小隊的主人公是新人士兵斯羅·阿瑪達 他率領著一支小隊在偏遠的戰場上作戰 斯羅和他的同伴們在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與敵人激烈交戰 同時也經歷了壓力、失敗、犧牲和戰爭的殘酷 但是,第08MS小隊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 它也強調了人性的力量、友情的價值和自我超越的精神 斯羅和他的同伴們在奸人的戰鬥中相互扶持、鼓勵 為了保護自己的同伴不惜冒險 這種精神貫穿了整個故事 也是鋼彈系列的核心價值觀之一 此外,第08MS小隊還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動畫的畫面和音效非常出色 機動戰士鋼彈系列的經典元素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對於機動戰士鋼彈的粉絲來說 這部作品無疑是必看之作 隨後在21世紀初 機動戰士鋼彈進入了新的時代 除了重新詮釋早期的經典作品 也推出了新的系列 如鋼彈4E和鋼彈00等 這些新作品採用了當代的動畫製作技術和故事元素 吸引了一大批新的粉絲 後來鋼彈除了動畫外 還有其他各種形式的作品 例如小說、漫畫、電影、遊戲和模型等 其中,模型是鋼彈文化的一大特色 鋼彈模型因其高精度 高自由度而受到了廣大模型愛好者的喜愛 甚至有些愛好者會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 來蒐集和打造自己的鋼彈模型 除此之外,鋼彈也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和經典IP 它在各個領域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和粉絲基礎 鋼彈的主題和劇情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 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社會和人文價值觀 總的來說 《機動戰士鋼彈》是一個具有豐富歷史和文化底緣的作品 它不僅是動畫愛好者和模型愛好者的經典之作 還是一個代表了日本動漫文化的重要IP 如果您喜歡這段影片,記得按讚訂閱 我是陳爺,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